中學組的贏在一起 考試看他們自身於這個教育制度 對於他們 敬不敬起呢 一定是以為中學生的果實 從我做不到你的 沒有到你的 哪一組贏在一起 Yay 是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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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了麥克風嗎 我相信大家都有壓力 其實小朋友的壓力是來自家長 和學校的 家長一方面是想他們 作育英才的 其實他們都是想 之後呢 他們想 得到金錢 和他們完成不到的夢想 就想 兒子去幫他們完成 之後學校那方面 就是可能是政府迫他們 去 呃 去 靚到一些學生 很大的壓力 或者是家長 給一些壓力的老師 然後老師給一些壓力的小朋友 然後呢 其實 呃 要贏在那個起考線 還有你在 終點是 呃 你就算贏在那個起考線 都不代表 你會 在那個終點 都會的 啊 其實有很多明人 都是 啊 有很多 不同的東西 去編成 去成為明人 啊 又譬如單身家庭啊 在街頭上賣藝那些 但是他們最終都可以成為明人 因為他們經過很多努力 呃 很辛苦 才可以 去到明人 那裡 得到一些金錢啊 聲譽啊 那些 謝謝 謝謝 呃 呃 就在某一天的會門裡面呢 就是用VR來看下其他地方 呃 在很差很惡劣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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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地周圍跑 周圍玩 好像沒有覺得自己因為這個不幸而傷心 他們仍然很努力去繼續學習 所以我認為即使生活在一個不幸的環境 沒有這麼好的環境之下都不一定可以影響他們 所以我認為即使生活在一個不幸的環境也不重要 在18號星期四 我們就玩了一個遊戲叫做人生之道 就好像飛行棋一樣 如果我們摘色摘到1、3、5就可以走一步 摘到2、4就要停在這裏 那個棋上有些數字在這裏 如果你摘到6的話就可以跳去下一個數字 例如如果你去到數字1 可能它會叫你選一些東西或者抽卡 例如它叫你選擇你現在想溫輸 還是想玩 如果你溫輸的話 你的健康就會減5分 你的快樂也是減5分 如果你玩的話 你的健康就會減5分 快樂也會減5分 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我就覺得人人的起跑線都是不同的 因為有些人出生在億萬富翁 有些人就出生在小康家庭 有些人就在一個很小的環境裡面生活著 我們的對手不是別人 我們的對手最大的對手都是自己 謝謝 谢谢大家